你敢相信吗 接下来所看到的一切都是AI生成的 今天这个影片我就会手把手教会你 如何制作出这种充满电影感的影片 想要用AI制作出电影非常的简单 把它们分为四大步骤 第一就是生成图片 第二就是把你生成的图片变成动画 第三就是需要一个非常符合场景的音乐 第四将会是普通剪辑 加字幕 还有加一些音效 让你的影片瞬间增加电影感 好啦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个部分就是生成影片 这一个就是我将会利用的提示 有兴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拷贝同样的提示 来获得差不多一样的图片 你能利用的图片生成工具有非常的多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 去学习如何运用这一些AI生成图片的工具 经过一番生成过后 这一些就是我的图片了 今天这个影片主题就是围绕着外太空的 好了 有了这一些图片过后 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影片的主角了 就是Hyper.AI 在这里 你利用这个AI来把你一个图片变成一个动画 而且还是免费的 在它的网页你只需要按try for free 然后你就登录到它的网页 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例子 没有看过的朋友 你就可以从这里知道 这个AI工具它的能力到底在哪里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将会直接进入到它的这个功能 就是animate your image 把你的图片先动起来 点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框框 它就扩展了 从这里我们就上传我们刚才生成的图片 按upload image 再选出我们的图片 在这里的设置 记得先按一个4秒 因为4秒是目前能生成的最长时长 图片上传好了 时长也调了 如果你还想要在你的最终影片 增加多一点元素的话 可以在这里增加提示 可是在这个教学 我将会略过这一点 我们就直接把全部图片 先变成动画 然后就等待生成完毕了 在其他的图片也做相同的步骤 直到你把全部图片都给动起来 我们就可以跳路去下一步了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这个视频的赞给打去五眼六色 想要跟着进一步起子的频道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可以带你去到我的179 ChatGPT自定义指令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这个视频去学习 到底如何用 ChatGPT自定义指令 也就是Custom Instruction 想要学习更多的AI工具 由 ChatGPT开始 把 ChatGPT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好了我们回去我们的视频 影片我们都准备好了 下一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来到我们音乐的环节 我们最终的AI电影 需要一个很符合我们场景的音乐 说到音乐那么就被Suno AI莫属了 我们来到Suno AI来创造出我们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用户生成的音乐 而且它的质量也不差哦 在上一个影片我们甚至能生成出中文的歌曲 你说厉不厉害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在这里按Create 然后我们就打入提示 Cinematic Interstellar Space 就这个提示我觉得非常的足够了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最多的歌曲 后面有没有人在唱 如果你不要有人在唱的话 你就把这个给打开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要人唱那首歌的话 你就把它也关闭 其实不是人 是AI 然后它的模型有V2和V3 那么我们当晚是选最新的模型 也就是V3 过后按Create就行了 我们就等待我们的歌曲生成完毕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生成出来的歌曲 我们来听哪一个会比较好 这首不错 我们来听第二首 不知道 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个呢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在这两个歌曲里面 我就要挑选一个 来成为我们电影的主题曲 其实选择非常的困难 我自己也犹豫了一下 我的最终选择就是第二首了 第二首它会比较有那种悬疑的感觉 我们的电影就是需要这种感觉 好了 歌曲就选好了 我们就下台就可以了 现在第三个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去下一个最终的部分 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放在一起 这也是这个影片最精彩的部分 到底他们可以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就把我们生成的影片 加入音乐 就是这种效果了 就是这种效果了 其实蛮不错的 可是我们就要把它弄得更加具有电影感 我们就先添加一些字幕 还有两个黑框 这一般操作就能让你的影片瞬间提升电影感 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过后我们就加入一些声音 有了一个人在背景说话 就能让你整个场景更加的有层次感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入一些音效 比如说 还有 还有 在释放的时候 利用这些音效 就能把你最终影片的质感大大的升级 好了 我们来看最终的影片 Astronomers have detected a weird radio signal that's repeating every three seconds and within this three second window bursts of higher intensity radiation occur every 0.2 seconds afts of higher intensity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事情 带你试试更新AI的最新消息 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AI新工具给你们 想要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另外我Tradgbt179自定义指令 这个教学将会协助你如何更好的和AI沟通 因为如果你要Tradgbt给你好的答案 首先你要输入好的指令 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 或者是看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啦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